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的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德甲第22輪仍然來多場精彩好戲 其中多蒙特將會作客對陣賀芬咸 M直播的就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多蒙特目前迎來各項賽事8連勝的強勢 球隊正式加入德甲冠軍的爭奪戰 今次面對狀態低迷的賀芬咸 多蒙特應該大勝可期 雖然在卡塔爾世界杯期間德甲進入休賽期 但聯賽重啟之後 賀芬咸的表現沒有太大改善 球隊狀態仍然持續低迷 在上輪聯賽以0比1不敵奧格斯堡 賀芬咸近12仗各項賽事 只有兩和十負的同事 他們目前聯賽亦遭遇4連敗的打擊 球隊士氣嚴重受挫 不單如此,賀芬咸目前聯賽排名 已經下滑到積分榜的倒數第4位 並且與鋼班區附加賽的波琴同為19分 球隊的呼吸形勢相當嚴峻 更加不利的是,賀芬咸近三次和多蒙特的交手 全部都是失利的 考慮到後者如今士氣如紅 賀芬咸又深陷低迷奇 在雙方狀態如此鮮明對比下 今次再戰多蒙特 賀芬咸恐怕都是輸小當贏 陣容方面 他們有中場普美爾和前鋒布倫拿神等人 因相缺陣 在進入2023年之後 多蒙特的大部分主力球員都相遇復出 球隊的戰績都迎來大爆發 在上一輪聯賽面對著哈法柏林 多蒙特可以憑藉著艾迪耶美、馬倫、馬高雷斯 和巴蘭特各建一宮 最終以4比1大勝哈法柏林 從而獲得各項賽事8連勝的同時 目前亦都是五大聯賽中唯一一支 這個年度全勝的隊伍 不單止如此 多蒙特目前在德甲營來6連勝 他們已經追上了 之前落後榜首巴仁9分的積分差距 球隊與今與巴仁和柏林聯同有43分 這三隊亦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真冠局面 換言之 多蒙特將會繼續全力搶分 力求打破霸人在德甲十連霸的壟斷 今次面對護級分子賀芬咸 多蒙特應該會延續強勢 爭取登頂積分榜 他們有前鋒莫高高 和杜蘭維尼等人就恩相缺陣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